320 Prett Theme 2 哈囉大家好,我是Nita 我是Dite 在前面應該有看到我們桌上一堆的食物 沒錯我們今天要來吃火鍋 好久沒吃火鍋 超久的 上次吃火鍋可能是過年的時候 有那麼久嗎? 有有有 反正呢因為最近疫情 餐廳都不能夠內用嘛 後來他們都推出火鍋外帶 防疫套餐 對 防疫套餐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想來幫大家試吃三間 到底好不好吃 知不知道 好 那我們第一間就是 野人火鍋 沒錯沒錯沒錯 對 它出了防疫野人套餐 然後這個是兩人份的 它有兩種肉 這個是它的牛胸腹肉 嫩尖豚肉 它還有附菜盤 菜盤裝了兩盒 然後這個是我的主食 這個是麵 蛤蜊 這是蛋蛋的主食 飯 燕餃 蛋餃 米血糕 它還有幫你裝好醬料 湯底也可以選擇兩種 然後我們選的都是牛奶湯底 它的蔬菜是就比較簡單的 就是高麗菜 水蓮 然後青江菜 還有金針菇 這是它的豆腐 我在等它滾的這個期間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這個醬 它的一個醬是這種 比較和風 裡面有一個小荊棘 然後這個是類似胡麻醬的這種 然後有荊棘的那個吃起來就是 比較酸酸甜甜的感覺 對啊 清爽感 酸味比較重 然後胡麻醬也是 就是芝麻味很香 但也是有點酸酸的 它還有附這個 蘿蔔泥 耶 它滾了 我們快吃了 快來來來 先穿這個牛肉 我好像沒有吃過它的牛奶鍋欸 它生意很好啊 超多外送單 還有很多鄰居 就是打完電話然後出去拿 嗯 好酸 我們也是先就是網路上 訂好之後才過去拿的 你可以先預訂 然後看你什麼時候也要去拿 這樣都可以 在我吃到它菜的那一刻 我以為我在那個野人火鍋店裡面 充斥的火鍋味 有沒有那麼浮快 是真的啦 它牛肉吃起來很厚 然後很Q 然後很嫩 我們順便看它的豬肉 這個是豬肉 豬肉就要記得燙熟 嗯 好吃 它的豬肉很Q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幾乎每天 應該沒有每天 每個禮拜 每三天就吃一次火鍋 差不多 有個肉多多啊 我沒吃過肉多多 沒有嗎 有吧 沒有 我發誓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名字 你跟誰去吃 真的是跟你去吃 然後我們這樣子點雙人餐 牛奶湯是要加價的 好像加100多塊 就是兩個湯底加完價之後 總價是 或者是你可以兩個都選原味湯底 就不用加價 然後它的牛肉跟豬肉 好像是150公克跟180公克 我記得 這樣子算起來 一個人要300多塊 我覺得還行啦 我們去吃野人火鍋的時候 一個人就要花 500多塊 然後它這個牛奶湯底 它會附兩片起司 就是一包一片起司這樣子 雖然說是外帶 但是它還是保有它食物的品質 那蛤蜊還是火的欸 真的欸 蛋餃很好吃 我剛吃了一口它的蛋餃 它裡面的那個肉很厚實 它的蛋也是有點厚度的 我們三兩下就快把它吃光了 蛤蜊開了 是大顆的喔 是飽滿的 超好吃欸 那個蛤蜊的汁直接在我嘴巴裡面爆開 它的高麗菜用牛奶湯煮好好吃喔 它會整個吸滿那個牛奶湯的味道 它的湯喝起來很順 你應該喝酒啊 它不是那種會讓你喝得很膩的那種 今天這樣吃下來呢我覺得它的CP值 3.5分 CP值我給3分 我現在目前是舒服寶 美味程度我給4分 美味程度我給3.5分 我們下一間第二架是 青花椒 青花椒的超大一盒 而且它裝的超好的 它用一個這種像紙箱的感覺 裝的 我吃一定要先介紹一下食材 我剛剛我在鮮子場就介紹給我看 不愧是汪品底 這個是它的副湯 它有一個煮湯 然後這是副湯 就是讓我們加湯的一些 喔好貼心喔 是肉肉 什麼肉我不知道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牛肉 這個是牛肉 還有豬肉 這是那個青花椒的那個招牌菜 貢丸 青花椒貢丸 喔好香喔 我肚子餓了肚子餓了 哇 然後這就是它的主要的 湯底 干貝華 對 它們有青菜喔 好像沒有 然後還有這個是 博多拉麵 這樣子一包 我感覺像是一人份 它有附這個醬 它就是有花椒 然後跟兩個醬 喔然後它還有附這個 酒精棉片 可以給大家消毒 是紙巾 然後這個是 這是可以你鋪在桌上的 對 銀耳釀 銀耳釀有兩人份 所以就是這樣子兩小碗 那我們現在要來開煮了 這個其實一直會讓我拉肚子的節奏 各種辣椒跟花椒 喔小心喔 哇 超多的鴨血豆腐 湯底倒完就要等它滾了 來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點的牛肉是 喔我們點的兩個都是牛肉捏 哇那我剛剛講錯了 屁 這個是板見牛 然後這個是培根牛 所以它這個套餐是沒有菜的 嗯哼 它原價是99 然後外帶的話是會打85折 袋子兩塊錢 所以加起來是850塊 我說真的 光看它的湯頭 就先贏一半 它的湯頭就是厲害 而且它裡面的鴨血跟豆腐很多喔 它就是附了兩包醬 然後跟一包的青花椒 讓你加 喔 好刺激喔 臭刺鼻的 但是很香 它的湯底裡面 喔 這應該是燈籠辣椒吧 欸我這次覺得千萬不要 它的麻辣鍋很棒 之後如果疫情解封之後 大家一定要去現場吃 然後一定要再多點一個 它的酸菜白肉鍋 真的很好吃 耶 它滾了 它滾了 特地去裝了兩碗飯上來 這個不配飯不行 我要先來算肉了 板鍵牛 欸它其實一盒牛蠻多的 它的分量比我們今天早上吃的那個還多 但它相對的也比較貴一點啦 好好吃喔 欸我是一個不浮瓜的人 它這真的很好吃 我那個肉吃進去之後它吸的那個湯汁 對 好入味 超入味的 它板鍵牛是比較有嚼勁的 然後吸了那個湯汁 你咬下去的時候湯汁會直接散開在你嘴巴裡 就有那個花椒味 麻辣味 來點培根牛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的麻辣鍋 不會到很嗆 麻麻是不是 對 培根牛我來吃一下培根牛 嗯 喔 培根牛就更嫩 因為油脂更多 欸給大家看它的豆腐 你們看這個豆腐 豆腐裡面都是豆 它豆腐真的超入味的 很好吃各位 嗯 那貢丸 好吃喔 喔 它根本超Q欸 我覺得這可以打乒乓球 真的嗎 裡面就是有那個花椒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是那種非常紮實 但是又很Q的 我們來下干貝華 然後剛剛去王萍那邊 就是去那個青花家那邊 就問他的那個櫃台 這一個月你們業績差很多嗎 然後差很多 業績大概只有原本的五分之一 哇 差很多欸 對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鴨血 這個鴨血超級嫩的 它是那種很光滑 非常嫩的那種 你看 然後完全沒有那種血的腥味 它這兩個牛肉啊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板件牛 它比較有嚼勁 然後它比較偏瘦一點點 我覺得它湯底就非常值得 外帶回家了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干貝華 干貝華跟貢華呢 都是它的招牌菜 它干貝華超級鮮甜的欸 嗯 好爽喔 好好吃喔 它裡面有一絲一絲的干貝絲 好 我們來煮麵 它這個麵是博多拉麵 它煮完之後變得超狗的 用這個夾 用這個夾 嗯 好吃欸 真的有在吃拉麵的感覺 只是把那個拉麵的湯頭換成麻辣湯 因為這樣煮下來變得有點濃稠 所以吃起來有點像在吃沾麵 最後來吃一下它的甜點 銀耳釀 乾杯 嗯 喔 好好喝喔 它的銀耳釀就是有蜂 它有蜂蜜的味道 喝起來非常順 然後又不會太甜 它把那個銀耳已經打成碎碎的 你不是在需要嚼 你可以直接喝下去 但是又喝得到那種銀耳一點點 碎碎的口感 它裡面有那個枸杞 還有那種棗類黑棗之類的 這家的CP值 3.5分 我CP值我給它4分 那美味程度呢 不用說就是5分 我給它4分 好 那我們下一家 再來是第三間啦 第三間是檸檬炒鍋物 它要補充說明一下 檸檬炒鍋物只有板橋才用 你去店裡它通常會有那種套餐可以給 但是防疫期間它出的外帶方式是這樣子 真空包裝的 然後給你一袋這樣子的湯包 然後它還有出各種料理包 像我這次有買了一個料理包 就是鮮蝦粉絲堡 就是有菜 然後粉絲跟一些醬料 一盒蝦子 然後還有附這一個 也是真空包裝的蛤蜊 就是用單點的方式下去點 像它這個粉絲堡就是380元 湯包這樣子一包是100元 它還有附那個鮮蝦粉絲堡的 料理步驟 對 很貼心 因為怕你不會做所以它有跟你講 然後我們這次呢點的牛肉是 自然牛義版 日本頂級A5和牛 我們這次特別想說來吃吃看和牛 今天就沒吃和牛了 對啊 好 那我們就開煮吧 我們單點的這樣子它沒有菜 所以我就自己準備了水連 等一下可以來煮 耶 滾了滾了 可以吃了 好 丟肉丟肉丟肉 我們先直接來吃和牛 幫我把和牛先吃完了吧 好 我們先吃和牛 哇 各位 這個花 這個有花的部分 然後它就是沒有給醬 我喜歡這樣 對啦 吃原味我覺得也蠻好的 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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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嫩喔 喔 那個油香好爽喔 這個和牛為什麼是和牛 對嗎 味道 嗯 嗯 超好吃喔 超嫩 然後直接滾進去耶 我們這樣子480就沒了 啊 總共5片 然後這個是它的一板牛 一板牛算是它的主打商品 300塊 我覺得這個就蠻值得的 我們應該要多買兩台一板牛 對啊 這應該是為了爽度然後吃和牛 但是因為真的就很想吃和牛 嗯 這個有差 但是它一板牛也是好吃的 如果我們先吃一板牛再吃和牛 可能會覺得歐斯白包包的值得 我們錯了 我們應該要先吃一板牛的 但是說實在的 有點空虛 對啊 很空虛 因為它沒有別的東西可以配 它只有肉 我覺得這一間比較適合就是單點料 然後回家自己再加火鍋料啊 再加青菜啊 這樣子煮 一模仿去店裡面吃就比較算 對 我是覺得一板牛量滿足的 然後它的一板牛也是嫩的 當然不可能有那個和牛這麼油花這麼均勻 對 但也是好吃 這兩種肉它的牛肉的那個香味都很足 好啦 我們差不多吃完了 然後要來開始煮 鮮蝦粉絲堡 目前吃到現在我大概三分飽吧 我也差不多 但是我比你多一碗飯 然後要煮粉絲堡 這個湯其實滿油的 煮過和牛之後 而且很多肉渣渣 所以先把它撈一撈 然後湯也不用那麼多 好 就先把菜跟冬粉鋪下去 這是它的醬超級酸 酸 就把它這樣子 倒 倒倒倒倒倒 然後白色的這個是米酒 一樣把它倒進去 對 再來呢 就把它蓋鍋 然後燜個3到5分鐘就可以了 要來開蓋囉 在開之前我光聞到味道 超級酸的 難怪讓我對它改觀的話就看這個 來囉 開燒 欸你可以欸 它有那個蝦味跟蒜味 其實這個煮粥感覺也很讚欸 吃不夠的話可以把飯丟進去 然後打顆半這樣子煮 它蝦子滿好吃的欸 欸其實我覺得它食材的品質都很好 只是就是量少了一點 它那個海鮮的甜味跟蒜味整個都煮出來了 嗯 冬粉很好吃 然後還有那個高麗菜 如果它再用心一點的話 再加一點花枝 魚片 就變海鮮鍋子 我覺得它很棒 它其實也有套Q可以單點 但是我就覺得再點下去有點太貴了 嗯 所以我就沒有點 嗯 你吃它冬粉了沒 它冬粉超級入味的 整個吸滿了那個蒜味的醬汁 然後還有海鮮湯的味道 湯很好喝 不意外 其實湯喝起來不會到太鹹 這樣子剛剛好 好啦然後我們吃完 現在想說 那我們來煮粥 我還留一點點蝦子 好 丟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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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差不多3到5分鐘 那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在另外的外組的喔 所以我們就先來打這家檸檬草的分數 CP值的話呢我覺得偏低 2.5分吧 我覺得CP值3分 因為我被後面那個拉回來 對啦 鮮蝦粉絲寶有點把分數拉回來 那美味分數的話我給它3.5分 我給它3分 它現在大滾了 應該差不多可以吃了 它現在超香的 對啦 是很香 好吃欸 欸自己在煮個粥很讚欸 然後我剛剛有留一點點蝦子肉 剪小塊一點點 放在裡面煮 吃起來有一點點像龍蝦的感覺 欸我很推大家買這個欸 再加蛋下去煮粥整個有一種 又更昇華的感覺 然後味道又很濃郁很有層次感 就差套出真的 真的只差套出 對 這個粥我們給的分數是 5分 那這三家吃下來呢 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在家非常想吃火鍋的話 是可以買的 只是你到店裡面去吃一定會比較滿足啦 你真的想吃火鍋 你可以自己去買食材 像我們吃的那個麻辣鍋 湯底也很特別 你可以買他的湯回來 然後再去買食材回來自己弄 絕對會比較省 好啦那我們這一集差不多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話 歡迎點讚訂閱再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IG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